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 钱为什么不能随便借 看完你就明白了 天下兮兮皆为利来 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人与人之间大多存在着利益关系 而钱就是人品最好的试金石 都说借钱难 其实被借钱更是难上加难 有时候你借出去的是情 收回来的就变成了愁 欠钱的人占尽便宜 借钱的人里外不是人 好心帮人自己反而受到了伤害 所以呢 钱不能随便借 真心不能随便付出 莎士比亚说 借钱给别人会让你人才两师 向别人借钱会让你挥霍无度 借钱是很考验友情的事情 有多少人因为借钱导致友情破裂 最终势不两立 借钱是情分 不借是本分 没有人理所应当帮助你 电视剧《我是余欢水》里 余欢水把母亲留给自己的13万 借给了好朋友 后来余欢水想给老婆买车 就向余欢水讨要这13万 结果呢 余欢水多次欺骗他 拒绝还钱 余欢水遭到好朋友的背叛 老婆的离弃 人生一度陷入了低谷 现实生活中 这样的事情也屡见不鲜了 常常听到这样的话 你那么有钱借我一点又怎么样啊 不就是借了一点钱嘛 催什么催啊 你这个人真小气 对于不懂感恩的人 你的帮助在他看来呢 就是天经地义的 他甚至会得寸进尺 在一档综艺节目中 明星杨幂被问到借钱观 他坦言自己通常不会借 他说 借钱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别人会想 你都是这么大一个演员了 你不会找我要回这两万块钱吧 不要轻易地 把感情用金钱去衡量 借出去简单 可能到头来是人才两空 也许有人会觉得 这样的行为有些冷漠了 但这样的处理方式 可能更有利于 为耻有益 曾广贤文里有这样一句话 放债如师 收债如讨 你借钱出去的时候呢 就想施舍 讨债回来的时候 就想乞讨 向别人借钱 一定要慎重 借给别人钱 也一定要智慧处理 俗话说 救急不救穷 借钱是一门学问 老祖先告诉我们 做人应该心存善良 但不是所有的忙都能帮 每个人赚钱都不容易 借出去的时候 也要多加考量 如果遇到突发的危机 那帮助他 就是雪中送炭 但如果帮助贫穷 而懒惰之人 他不会因此而变得富有 反而会更依赖你 这样呢 就是害了他 古代有一户富人家 乐善好施 总是接济贫民 给他们衣食 甚至为他们提供住所 时间长了 镇上所有的人 都称他们家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 后来呢 有一次 有位外乡人 逃荒到了这里 富人就把他接到自己的家里 换上干净衣服 给了他一些银两 好供他生存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呢 这个人不停地向富人索要金钱 他越来越贪婪 也越来越懒惰了 终于有一次富人不再给他钱了 他就大骂 你真是个伪君子 说是积德行善 却不舍得给予我一点钱财 富人见状 就收回了所有给予他的帮助 从此立下家规 救急不救穷 你永远填不满欲望的无底洞 也永远胃不保 不知感恩的心 对于一个心穷的人 物质上给他再多帮助 都无济于事 他不会有半点感恩 最后可能还会翻脸 变成仇人 马云曾经说过 借出去钱 就不要想着能要回来 钱中书先生 有一个很有智慧的处理方法 从来不借钱给别人 如果有人找他借呢 借两万 他就给你一万 最后他会说 不用还了 真正心存感恩的人 就算你不问他讨要 他也会想着还你 而不守信用的人呢 你就问他讨要 反而会碰一鼻子的灰 借钱给别人 最终失去的不仅仅是钱 而是人和人之间的情 古诗云 金钱面前是人心 钱对每个人来说呢 都是十分重要的 把钱借出去 是彼此的信任 是真心的交换 同时他也能探出人性 伤透人心 李嘉诚曾说 什么最难呢 借钱 肯借钱给你的人 一定是珍惜你的人 舍得把钱借给你的人 不是因为他们钱多无处花 而是你比钱重要 不忍心看你被钱所困 用全部真心 来为你救急 而那些借钱不还的人 浪费了别人的好意 还损坏了自己的人品 不懂感恩 没有诚信 这样的人要尽早远离 切莫深交 真心很贵 时时刻刻都要好好珍惜 任何人都没有义务 无条件地给予你金钱 这样真心帮助你的人 要铭记于心 金钱能够看清这世间的人情冷暖 感情的真假 用钱去看 一眼便知 因为借钱 最能看出一个人的人品好坏 真诚与否 人生在世 行善是本分 但是要有所为 有所不为 善良是要留给 值得的人 真心 是要留给 真正在乎你的人 今天的文章就到这里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 不见不散